靠主聖過罪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 其實如果我們講完有什麼好處 我們可以多一些機會操練 給大家操練一下 怎樣去講 我可以講了一句 給大家操練 靠主聖過罪 很多人覺得很難聖過罪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以前覺得很難聖過罪 還有時是好像沒有動力 即是由得罪在心中 由得自己在罪中之樂 由得它先想想 將來才清 還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悔改神就赦免了 這是我以前有一個 在我信主的教會得到這個教導 這個教導是對的 不過它應該加上一個就是 就是說雖然得赦免 但是罪是有破壞性的 但是我真的沒有聽過這個道理 我沒有聽過說 犯了罪就會帶來破壞性會影響你的生命 影響你和人的關係 影響你的前路 影響你的明星 影響你和神的關係 所以我們一定要學習怎樣去處理罪 第一就是任何罪都有破壞性 凡清晰我主下主下的人 不能都對天國為道 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不是每個說主下主下的人都能進去 到時 聖經說有多少人 多少人能進去 阿爾哲說有多少人?許多人 所以我覺得傳呼音是重要的 但接著的栽培很重要 而有很多基督徒 有很多人跟耶穌說 我不是奉你一名傳道 奉你一名趕快 奉你一名行許多義能嗎? 亦有很多人說 我不是已經回過很多教會嗎? 我不是已經上過洗禮班 我已經洗了禮了 我已經參與了很多的事工 但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那為甚麼這些人去不到天堂 因為他們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但他的意思是甚麼呢? 他只是外面的參加教會 沒有真正和神的關係 沒有回應神 我曾經在一個教會侍奉 我問他們有幾個人 你回家幾會祈禱? 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舉手 我真是很驚訝 我已經重覆說 你怎麽祈禱? 你真心悔改 求耶穌赦面你 你又願意聽神的話 你求神幫你走神的路 你這樣祈禱 神就歡喜了 下一次問 又是這麽少人舉 即是有些人是不醒 那麽也都 有人在WhatsApp問我這個問題 他説我現在的一個教會侍奉 我覺得很辛苦 他説怎樣辛苦呢? 因為牧師是不著重靈命的 只是著重一些社會關懷 他們就派很多口罩 派很多水給人 但是沒有用來傳呼而已 他做得很辛苦 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也知道有若干教會是這樣的 即是不著重靈命 那你在裡面可否有機會傳呼聲呢 你有機會傳呼聲你就去傳呼聲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的時候 他是在一個教會 即是他是做工的 但是他經常做甚麼 要派行政 沒有時間做傳呼聲工作 我說如果你真的這樣的時候 你很辛苦 你可能找一份普通的工藝 你有時間去傳呼聲 比你現在這樣的情況更好 不過你自己選擇 我告訴你自己選擇 即是他告訴我 他在一個教會很辛苦 因為這個教會不著重靈命 不著重跟神的關係 甚至牧師都是 他說因為牧師說的話 不著重靈命 他自己很失望 我說你自己選擇 我聽到一個心就是神阿求求你憐憫眾教會 我亦都聽到有人去了英國又怎樣呢 找到一間華人教會 不過他們認同同性戀 即是不用他們改變的 可以進來教會 你可以受洗的 可以信耶穌的 你可以同性戀的人都可以信耶穌的 我都剛剛今天收到一個訊息 就說到有些英國教會的教義都是很有問題 我不是全部都是 我都跟一些我幫開的人 我說你去到那裏 如果他們接受我 將來去那裏更新他們的生命提升 或者訓練 我都很樂意去的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關注眾教會和眾弟兄姐妹 還有就算我們偶然認識一些基督徒 就不要以為他一定愛主 不要以為他一定去到天堂 但我們又不是說你去不到天堂 我只是說我想幫你更加肯定跟神的關係 更加是親近神 從神得力 更加是遵從神 榮耀神 侍奉神 侍奉神可以是給一杯糧水一個人 總之祝福人 為耶穌的名的緣故 堅固人的靈命 這是侍奉的 即是說將來有很多人 這個情況就是他們沒有遵從天父的旨意 永遠的地獄是很淒涼的 得救是本乎因和直著信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一起讀 你們得救是本乎因 恩著信 原文是直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 又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我們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 唯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 出諸因典 直著信 英文很清楚 We a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through 直著 不是恩著 恩著信是有翻譯得不好的 如何因著和直著有甚麼分別呢 我用一個例子 給大家明白這件事 譬如你說 有一天我們差不多浸死 跌落到水裡 有人救了你 你會不會說 他救了你上來 然後你就回家 你會不會說 我今天差不多浸死了 不過有人救我 幸好我又捉住他的手 我又肯捉住他的手 那我就上來 你會不會誇要 幸好我肯捉住他的手 我們不會誇要我們的捉住他的手 捉住他的手就是信 你只是接受 別人救你 這是個大恩 你捉住他的手是自然的 你不捉住他的手是浸死的 你不會說 我真的很好 我今天捉住他的手 我們不會誇要我們的捉住他的手 信就是捉住他的手 捉住耶穌的手 所以是直著 我捉住他的手 我得到這個救恩 但不是因為我捉住他的手 是因為耶穌救我 所以我能得救 這一點很重要 來源是神的救恩 方法是我捉住他 信他 信只是一個方法 並不是來源 所以這個恩字是翻譯得不好的 因為原文都不是恩的 是through 直著 即是我們得救本乎來自神的恩典 直著相信 不是出於自己是神所知 又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人自誇 我們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裏造成的 我要叫我們行善 這個工作的意思其實是一個creation 我們神的創造物 大家都會有手機 買手機 你買手機 期望的手機會做甚麼 懂得打電話 懂得上網 懂得上Whatsapp 拍照 甚麼甚麼 如果你買了手機 然後你發覺甚麼都做不到 不過很漂亮 樣子很漂亮 你會不會保持那個手機 你不會 你一定會退貨 你怎麼搞錯 你的手機是這樣的 好了 神做我們就是這樣 神做我們就像這個手機 我們有多樣功能 但很多基督徒那些功能是廢了的 即是手機買回來 只懂得打電話 不懂得上網 你當然說這個手機真的沒甚麼用 所以這裏說的是我們原始他的工作 這個是creation 我們是他創造出來 為要叫我們行善 就是神所預備叫我們行善 這個經文是很好的 我們是做出來就是為了叫我們行善的 譬如你買一輛車 車很漂亮 你可以坐下去很舒服 不過開始不了車的 走不了的 那個車是沒有用的 有些基督徒是走不了的 動不了的 他只是經常都是 哎呀 我好慘 你快點幫我 哎呀 我好製糧 我不開心了 經常都是要人幫他 永遠都不能夠發揮他的功用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 原來我們做出來是有個目的的 是用來能夠做神所預備叫我們行的 所以我們悔改信主的得救 拯救叫我們能夠行善 但我們得救不是靠行為 永遠都不是靠行為的 好了 講到罪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罪 即是說信耶穌一定有改變 而講到這裏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但我們是在《高德書》5章19節 我們只會讀紅色��說的部分 paralyzed 愚為仇恨 憎敬 忌恨老老 第一夫話 結黨紛爭 疾當 你有沒有職知基督徒有疾當他圣道 曾經 有沒有 憎恨老老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下面條說的是什麼呢 现在又告诉你们行 行者向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有些人说 那不是个人都不得救 是一定要悔改 我们个人都有犯这些罪 问题就是有没有悔改 悔而改 悔而改 我们就可以得救 就是真的 不只是说信耶稣 就是说 继续在罪中是不得救 我曾经去宣教 那个牧师跟我说 他说我们这里相信的 信了耶稣 怎样行为都得救 不过他就都接受我们 叫人去更新灵命 很特别的牧师是开放圣灵 不过他们的地区 全部牧师都是这样教的 就是说那些人信耶稣 但是没有改变都会得救 有些教徒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就是得救和重生是不同的 那时候我听过人这样说 得救就是信耶稣那时候是得救 接着你不打麻将的时候 你就重生了 即是说 他的意思就是得救是一个层次 你总之信耶稣就得救了 接着你重生就是你真的听话 那时候你开始重生 但其实得救和重生是一起的 真正得救的人他立刻会改变 他里面立刻有动力的 大家有没有 立刻想改变 想悔改 想遵从神 这个就是神在里面的果效 而回应神的就是会结出果子 所以如果一个人继续在罪中 是很严重的 其实有些调查发现 因为很多基督徒是继续上网看色情片的 有些调查说到很多基督徒依然是很任性的性行为 或者是各样的罪 那其实那些人得不得救呢 所以我鼓励大家反思 我们是不是悔改 遵从神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如果继续在罪里面 继续被罪影响的时候 是可以是不得救 这个是一个警告 基督徒就不应该这样的 我一定要尊重神 要命我落地狱 我应该说 我听神说 神就很欢迎 神就祝福我的生命 这个就是一个积极的基督徒生命 我自己都记得的 我自己记得 我曾经都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犯罪 接着一个心很内疚 就很想离罪 离罪了 即是离罪了 我又犯过 又内疚 那时候觉得很辛苦 即是受不了 即是我也试过这个阶段 但我现在 一有的罪 我立刻知道有破坏性 会破坏我的生命 我不想 于是我就很刻意处理 我真的发觉可以处理 而且发觉良心是很轻松 良心是清洁 就不像以前有时 心里面觉得 一种内疚在里面 还有真信心一定产生好行为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 亦都是死的 所以这些都是给我们知道 基督徒在罪中的破坏性是很大的 靠律法称义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聚落 另一个极端就是靠律法称义 即是说 我要做得救好给神看 这个又是不得救的 我们不是靠律法 一定是靠恩典的 借着耶稣的恩典 因为靠律法神就好 我就数一下你看你有多少罪 你有多少事做得对的 而神是什么呢 我是拆看人肺腑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各人 这个经文我看过很多次 不过以前有时 就没有深刻去想 当我在罪中的时候 神看到的 神就会按照我的行为 报应我的 所以我现在一想起有些罪 我的神就求你卸灭我 洁净我的心 叫我不要再犯罪 因为我知道神你看到 是不会走鸡的 有一个经文在我心中 经常都很清楚 就是说 保罗曾经说 他说 我们试图很长成了一台戏 被世人和天使冠寒 就是说 全世界会看到 将来有一天审判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行为 和深思言语 我们心里面怎样 憎恨人 看少人 负面 放弃 将来全部都显露出来 所以希望大家就说 神帮助我们 不要等到那时 先去说知错 而是真的会知道 神是会看到 而魔鬼用很多方法的 攻击我们 破坏我们 罪 被人影响 情绪 向世界让步 有些基督徒不觉得是罪的 罪的意念 即有时怒一怒人 或者 见到一个美女 哇 真的很美 很吸引 很性感 就游得 一路跟着眼睛 跟着望 这些都是 在心中的罪的意念 我们都是留意这些罪的意念 负面的思想情绪 哎呀 没用的 神帮不了我 很惨的 神都对我不好的 这些负面思想 或者担心忧虑 负面 那有些人说 什么担心都是罪吗 因为不能够尽心爱神 就是罪 不能够信靠神 凡不是出于信的 都是罪 担心就是 不是出于信靠神 总之呢 凡是不能够达标 在希腊文有个字 就是 Harmatea 就是说到罪 就是好像打射箭 射不中的红心 就是Harmatea 就是做不到神所吩咐我们做的 这些说出来 这是律法来的 提醒大家 但不是叫大家 哎呀 死了死了 我就这么大罪 我们立刻就悔改了 求主射灭我们 还有不接纳人都是罪 对啊 大家走过那些公园 星期六 星期日 你发现周围都是那些 飞龙坐在那里 心里有没有厌烦 现在香港被他们侵佔了 都没有地方可以休息一下 整天都被他们霸了 心里面有些厌烦的感觉 人也很多时候是这样的 那些口音跟自己不同的 又会有些厌烦的 看小的 这些都是罪来的 不关外人 讲闲话 批判人 讲闲话是一个基督徒常有的事来的 几个基督徒一起走在一起 就讲一下教会现在有什么不好 牧师有什么不好 有个教有什么不好 这些都是罪来的 或者批判人 淫念 自卑感也是罪 因为我们是尊贵的 看小自己也是罪 愤怒骂人是蠢材 难免地獄的火 我说 与不信者结婚也是罪 跟他拍拖也是罪 有些人说 我认识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 他喜欢跟普通女生拍拖 接着他告诉他 我是信耶稣的 所以要和你分手 我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人的 他就说 他是不信耶稣 但是你不信耶稣 你就不要跟他开始戀愛 然后接着就不要人 不进入神 完美的计划都是罪 不舍己跟从主 都是罪 因为这个耶稣吩咐我们所做的 罪有什么破坏性呢 破坏和神的关系 疏远神 失去神的祝福和喜悦 神不喜欢的 自己没有平安起落 生命逐步破坏了 魔鬼就被魔鬼留地步 他偷窃严重的附体 和人的关系就破坏人制的关系 就是家庭和人的关系 私奉又破坏私奉 其实我认识三个牧师 两个坐牢 一个就没有坐牢 不过就上了报纸 香港的报纸 很多年之前 都是因为犯奸淫的缘故 这个三个人我认识的 是personal 认识的 不认识的那些更加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就是知道罪是会破坏 它会拆毁的 现在圣经说 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线跌倒 它就是犯了众条 那为什么犯了众条呢 因为当人任何的罪的时候 就影响同神的关系 又影响他同人的关系 又影响自己的生命 就是整个生命都影响了 他生命都影响了 他生命怒人的时候 整个人就不能够发挥 就跟着传不了福音 关心不了人 这样子跟着破坏的 所以一条戒命犯了 也都是犯了众条 还有信若情欲杀种 必从情欲收败为人 这些都是律法的警告来的 还有这句经文 希望大家记得了 25章14节 你已经传预料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犯罪是会遭遇得更加厉害 是很凄凉的 是一定受到的后果 但是我听神说一定祝福的 也都犯罪给魔鬼留地步 那给魔鬼留地步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上下文 都是讲到不要犯罪的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以陷入到日落 从前偷窃不要再偷 然后中间有一句 不可以陷入到魔鬼留地步 就是说犯罪就会被魔鬼留地步 他就来偷窃杀害毁坏 魔鬼是不留于地的 他会将你完全破坏 我上网也都看到有些人 跟从那些新世代 接触灵界 最初很多东西他想得到 因为他会有魔鬼的先知性 那些人找他 他就说出他的问题 他就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说接着 魔鬼就将他整个生命拆毁 令到他不开心 令到他整个人受影响 家庭有问题 自己情绪有问题 魔鬼是不会由得你开心做人的 他一定会将你由头到尾拆毁 所以我们知道 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而魔鬼是可以透过我们去说话 在里面发出声音的 当彼得叫耶稣不要听十字教授的时候 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去叛我脚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体贴人的意思 即是体贴人的意思 都可以让魔鬼留地步 体贴人的意思 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 这是过犯过犯的意思 以前未信耶稣的时候 死在罪恶过犯之中 神就叫我们活过来 这是过犯过的意思 神就叫我们重生 那时 那时 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 缝翼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就是说那时 你们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 就是现在 在缝翼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这句话就是什么呢 未信耶稣的人 是有邪灵在心中运行 不一定是附体 附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直接的思想言语行为 受了魔鬼影响 他会经常听到魔鬼的声音 他会 你叫他祈祷 他可以跟不到你祈祷 你赶邪灵的时候 他整个人失控 那这个就是有邪灵附体 但是 普通人不信耶稣 是有邪灵在里面的 那问题就是这样 那这个人信耶稣 他到底有多听话呢 我想问大家 你信耶稣之后 你的怒气是否仍然在这里呢 是否仍然怒人呢 不喜欢人呢 仍然烦恼呢 这样的时候 仍然被魔鬼留地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信耶稣依然被魔鬼影响这么大 因为 他又未信的时候 魔鬼影响他 就是在缝翼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他现在继续受影响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 不信的人是有魔鬼里面的 而信了耶稣的人 都一样可以被魔鬼影响 正如彼得 所以我们就需要留意了 我们里面有多少被魔鬼留地步的地方 还有藐视神的话语呢 神就会因为你藐视我 所以都见必不离开你的家 这些都是警告 就是说到罪的可怕性 其实为什么我以前犯罪呢 因为我就觉得我悔改 耶稣就会赦免 我没有想到罪的破坏性 这里就说到 就算大卫得到神的赦免 但是他会刀剑 不离开他的家 其实我想大家 你会不会累啊 好不可以啊 因为我可以带大家祈祷 就停在这里 因为是 我先简略地说先 让我下次详细说 怎么对付罪呢 其实锁匙很简单 神教我很简单 罪的意念在心中 立即知道破坏性 就是他心里面怒人 心里面怨恨 立即相信 这一阵 如果我让步 魔鬼就破坏我 魔鬼就会入侵 有时候有些人说 那你内宗犯罪 不会这么紧要的 他未必是霸佔你整个人 但是就会在那里 魔鬼就开始影响我们 譬如好像我自己的情况 因为我真的很珍惜 神为我做的事 神怎么改变我 所以我不想有任何地方 被魔鬼入侵 以至他会令到我内疚 以至令到我不能够 轻松得性 不能够开心做基督徒 不能够开心侍奉 以至我一直告诉别人 不要犯罪的时候 我心里说 我自己在犯罪 我不想有这种感觉 所以 我就立刻知道这是破坏性的 就是用德性不暴躬 我下一次会详细讲的 不过基本上就是 大家可以这个礼拜尝试去做一下 其实有两个礼拜 因为下个礼拜没有 就是 我们第一就是知道 留意到 咦 我有罪的意念了 最重要 阻止罪是什么呢 是我们有罪的意念的时候 我们人阻止不了罪的意念 我们可以减少 如何减少呢 越多亲近神就越少罪的意念 越听神的话越少罪的意念 但一样会彈出来的 就算我们敬拜完 圣灵充满 可能但一句话 你先祈祷也不是很投入 这个已经是罪 是一个指控 神也未必很喜欢你 你还有一些地方 还未处理好 总是会有这些声音出来 或者有时就会说 那些人个人都不祈祷 是只有我祈祷 就是骄傲了 总之罪的意念 总是会弹出来的 问题就是 我们留那个罪的意念多久 一留意到 我的锁匙就是这样 我一留意到 我立即处理 因为我知道他会抢我的东西 所以我一留意到 我心中有些看小一个人 心中有些对某个人藐视 或者不接纳 或者没有心去帮他 没有耐性 我留意到 我立即知道有破坏性 第二 记不记得 留意 破坏性 第三 圣经观念处理 圣经就是说 神要我们圣结 在圣结中 神起悦的 罪是会带来破坏性的 第四 祈祷 求主赦免 和求主给我们力量 接下来我选择 譬如有个很性感的女孩出现 我一看 真的很性感 很想看真一点 立即告诉我 这个被魔鬼留地步 立即拧开 不要想 不要想它 有时令人还在想 不要想 这个就是我 我靠主真是 尽快在一秒钟 在几秒钟 立即停止 我希望大家尝试去这样做 尤其是烦恼 烦恼很难 很难撕掉 那怎样做呢 一烦恼 耶稣是爱我 我赞美神 耶稣是欢迎我 耶稣是喜欢我的 我可以得力的 感谢耶稣 感谢天父 我可以靠神有喜乐 来到冲破里面的烦恼 有什么负面思想 负面思想都是罪的 一边想着 没有用的 哎呀很惨的 我们就说 神是一定帮我 神一定在我身上有奇妙计划 我一定可以走入神的计划 只要我听话 我多远远都好 我听话 神就会提升我了 OK 其实很简单 大家试试做 这个都是神教我的秘诀 很简单 是神下载给我的 就是一有罪的意念 立即处理 就是这么简单 那就已经搞定 OK 这个时候我想带大家去 亲近神 和也为大家祈祷 因为呢 我们不只是上課学 而是我们呢 建立和神的关系 和祂深深相爱的关系 学到 从心灵呼叫耶稣 即时可以有喜乐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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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要歌众祢圣明 我主 歌众祢圣明 我主 人为祢圣明 自告背道圣明 我要歌众祢圣明 我主 歌众祢圣明 我主 人为祢圣明 自告背道圣明 我要荣耀祢圣明 我要荣耀祢圣明 我主 荣耀祢圣明 我主 人为祢圣明 自告背道圣明 我要荣耀祢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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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我们从心底处呼叫出来 耶稣多谢你 哈利雷亚 多谢耶稣 耶稣 耶稣 哈利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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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心发出来呼叫耶稣 哈利雷亚 从心发出来 可能你会有喜乐涌出来 哈利雷亚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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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雷亚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我有这喜乐 主耶稣赐给我 非世界所知 非世界所能夺去 哈利雷亚 哈利雷亚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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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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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笑 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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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哈哈哈哈 我们想想耶稣多好 想想天堂多好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大家可以想象自己会飞 飞啊 飞啊 飞 我的手飞 飞啊 飞 飞到耶稣怀破裂 飞啊 飞 飞啊 飞 飞到耶稣怀破裂 跳啊 跳 跳啊 跳 跳啊 跳 跳到耶稣怀破裂 跳啊 跳 跳啊 跳 跳到耶稣怀破裂 飞啊 飞 飞啊 飞 飞到耶稣怀破裂 飞啊 飞啊 飞 飞啊 飞 飞啊 飞 飞到耶稣怀破裂 跳啊跳 跳啊跳 跳到耶稣怀抱好累 跳啊跳 跳啊跳 跳到耶稣怀抱好累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一起呼叫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现在一会儿 呼你我为你按手 你站前一点 按手祝福 你就留意心灵的轻散 你可能觉得心很松 身体很松 你就停留在这个状态 进入神的轻散里面 哈 心叫出来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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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